這個 來介紹的高雄橋燈設計的 散熱器 橋燈V200動力系統 的散熱器 這是 複合式材料 來,我今天 拍給大家看 知道說 高雄橋燈是如何設計的 這個東西 不然 我拍給大家看 我們在有一個 不同的工程 小鮮 很好 我可以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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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這 乖的,這就是散熱器 一本心是 2L 它裡面都是空的,所以風 風對這 對這來的時候 對這來,它就有 陶貝裡面的凹槽 裡面都有 還有8粒 8粒的 尺狀的 這個 散熱 這不是 裡面還有3粒的小粒 3粒小粒 小粒 所以風 風對這來的時候 它會對這存 所以 會帶這個熱氣很快 帶那個 插罩 那重點是說 打在外面 你要怎麼把這個溫度 對裡面 傳出來 傳出來 傳出來外面 讓它 這個燒 很重要 裡面的重點 來 看到嗎 裡面 有很多鰍片 你的接觸面 越多的時候 它本身 吸收的速度就快 那 它 這裡裡面 騎片 在外面 這塊 散熱片 是 連通的 所以是連動 連動的 我來講 它就是 現在我們移到室內 因為剛剛在室外的話 很吵 好 我們在 現在轉到室內 來 來介紹 這一個 這一個就是 高雄橋燈我設計的 那個 散熱器 馬達的散熱器 先 我們先從外面來看 外面的部分 這 這是 整個是 鋁合金的 鋁合金的 那重點是躲在這一片裡面的 好 來 注意看 這裡有一個鰍片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六個 七個 八個 總共有八個 那鰍片 那鰍片的優點在哪裡 就是 你 車子在行進間的時候 來我先說台語 台語 那個 還要介紹這個 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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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你如果要聽公義的人 台語聽不懂 要聽公義的人 你 打牙匹 向後面 後面 後面的部分 就是用公義方式 來介紹 這個 高雄橋段 我是設計的 那個 散熱器 螢幕麵 螢幕麵 現在 現在來講這個 來 這個 外面 這個 散熱片 這個 散熱片 不是 你看到那麼簡單 因為重點是在那裡 因為你散熱 你要在那裡 稍微帶走的 你需要 這個 散空氣接觸的 味道 越多 唯一 散熱的效果如何 所以 裡面 注意看 我們 這裡有 漆片 總共有幾個 1 2 3 4 5 6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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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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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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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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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 9 外面的部分 那你外面的零力強 也不好 因為你要怎麼想辦法 讓它裡面的燙 傳來外面這也很重要 好,我們來看裡面的構造 裡面的構造更特別 來看一下 這裡裡面一塊,它也像一片 那這個圓的,它也是像一片 所以它這個 那裡面這片 這片騎片的位置 在外面這個 這個散熱片的位置 是連體的 所以它是 很快燙,從這裡蓋起來 就從這裡出來了 那你這裡,你這裡一定要比 裡面這裡 溫度更快 那它的船的速度更快 所以這裡的騎片更重要 那中這個,為什麼要設計這個圓的呢 這個重點是要設計一種 磁缸 磁缸的燙 它這裡 接近磁缸,磁缸差不多在這裡 所以接近磁缸這裡 所以磁缸的燙會讓它從這裡 傳出來 不會說它還要向外面 向外面 處理 還是向上 讓它都想辦法 它會直接從這裡 一直 傳燙出來 所以這塊的條工設計就是這樣 所以它也是都 透過很多騎片 才有辦法 讓它這個燙 還有 那還有 還有 為什麼這個複合式的 它不是磅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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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近磅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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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磅 那它完整的设计,它没有设计这个位置,它拿一片楼下盖的,那它的烧鱼就没办法处理 所以为什么高雄桥灯的V200动力系统可以炒到那样大,不怕它烧鱼 就是这个烧,基本上我们已经够好,已经所有的烧鱼都处理了 好,那这个,它有一个部分,它有一个部分的散裙,紧贴黏着大智慧 那散裙的烧鱼一小之后,它会直接传过这块 这块是绝缘的哦,这块伯伯,这是绝缘的哦 这是它散热导热的胶片,它的速度很快 那这块伯伯之后,它会达这块烧鱼,它会从这里起来,才会从这里出来 所以不是,不是,你,有人想说,这一块一块烤鱼灯的好看而已 这都条线有,它就想过,刺激过 好,那第二个介绍到这里,后边接下来,这我们 我们先以国家的方式来介绍 好,我们先来看这一个,这个是乔灯,高雄乔灯设计的乔灯 V200动力系统,中华营木米专用的那个散热器 散热器,不是,不是你只看到的这皮面 平面的散热这一片铝片,不是真正的重点 其实,外面这一片铝片,一开始也没有设计 其实,它这一颗铝片设计的重点是,要防止石头飞沙 它打到这个散热片的,因为散热片都很小一只 如果你石头一多打到,那散热片会断掉 那你如果打到这边,就不会 另外一个就是,这一个,因为里面比较尖锐 这个是圆形的,这比较不会尖锐 所以特别有盖 好,那散热要好,你就是你,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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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热 跟空气的接触面越大的话,基本上散热的能力就越好 好,所以注意看这边有那个,那个散热片 那这个,这个散热片,有很多一只一只的脚 然后又有锯齿装,所以它全部接触空气的那个面积就会很大 那重点是,它总共有8个 8个,来这1,2,3,4,5,6,7,8 这有8个,那不知道里面你还看不到,里面还有3个 圆形的,也是都是那个,在中心点这边 好,那还有,这边特别留一个空气 为什么要留空气呢? 因为如果你这一片跟这一个,紧搭着的话 没有空气的话,它这边的那个截面积又少了很多 跟空气接触的面 所以它散热能力又会降低 那我特别把它设计成有缝隙 那空气,经过这个边 把那个热带走 的那个量又会更大 那一般是,空气从这边来 然后,这边都有孔洞 然后孔洞进去之后 从后面往,把一些热气 经过这个散热气 空气经过这个散热气 就被把热散带走 那带走的话,这边 这是外面的部分 那里面,里面才是又是另外一个重点 圆形的这一个,这一个有看到 它一样是很多的鳍片 那里面中间黑黑的这个也是 都是很多的很细 一只一只的那个散热的 那圆形的这一个很 圆形的这一个跟里面跟外面这个散热的 它是一体的,但又是防水 那水是不能,不会从这边渗进去 它们两个是连在一起 可是跟这个是防水的 那热从这边,倒到这边之后 透过这一个 因为这边面积很大 所以它带走的 会比这边进来的还快 所以这边温度会比里面这一里还要低 所以就会有热导出去的那种效果 好,那重点来了 这个圆形的主要的是设计给 那个转直磁缸 因为磁缸很怕热 磁缸一热过高的话,就会退磁 退磁就会坏掉 它跟爆磁是不一样的东西 只要太热的话,直接就退磁 退磁,磁铁没有磁力的话 那马达也坏掉 那这边很接近那个转直 很接近转直 转直大概就这么大 差不多一样大 所以转直离这个散热器很近 所以它的热很快就可以倒到这边 然后由这边带出去 由外面这边带出去 然后风吹过去之后又带走 好,重点 重点不只是这样 这一片那个白色的这一片 这是复合材料 它不是铝合金 它是绝缘体 为什么要做绝缘体 这个是绝缘 这个会倒 这个铝片 这个铝散热器是会倒的 好 这个白色部分的话 它基本上是会跟马达的线圈 有一些部分的接触 那马达的线圈因为 因为电流在跑的话 基本上马达的线圈的热也很高 那你怎么样把马达的热 如果马达的线圈的热 你没有倒开的话 那磁缸的热也没办法被带走 因为磁缸更在中心点 磁缸就是转直 所以这边为了更快 更快把线圈的热倒出去 特别设计这一个 这个散热片 散热胶片 这个是胶片 它是绝缘的 它是有跟一部分的线圈接触在一起 这都有考虑 如果你实际上装上去拔下来 这边就有线圈的那个痕迹 所以说 如果你你的EMUMI 1M50的要做一个升级 那个性能升级的话 一定要考虑到散热的问题 不然的话 即使不爆磁 也会退磁 热度会太高 热度会太高 会承受不了 好 介绍到这里 那有兴趣的 你可以去参考高雄乔登 其他的测试